今年1月台湾旅行法在美国众议院无意义通过 昨天参议院也一致表决通过 将送往白宫交由川普签署生效 这项法案鼓励台美所有层级官员互访 对台美关系是一大进展 但也严重触发中国的底线 该法规定美国在政策上必须允许所有层级官员到台湾访问 与台湾对口单位官员会面 台湾高层官员也可以在受礼遇的待遇下入境美国 并可会见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 这将鼓励驻美代表处还有其他台湾在美机构推展业务 参议院通过此案后 下一步就等川普同意签署 目前白宫尚未回应此事 但依照过去惯例 川普拒签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法案机会不大 因此川普很有可能会签字生效 不过日前中国官方就对此事强烈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曾公开表示 美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与接触 但台湾旅行法还是获得美国国会两院五亿一通过 未来行政部门对美中台关系的考量 如何有效落实都是观察的重点 不过中国官媒也警告过 若法案通过中国必定会采取行动 让台美都付出代价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所 Ther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